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姨特,今天是2021年墨西哥福爱卜拉的时间,6月2号,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座美丽的天使之城,前往下一个城市,这一次我也拉的比较远,明天的城市将是我此行墨西哥到的最远的城市,然后再从那个最远的城市,慢慢游览转回墨西哥城拿威地马拉的签证,那我也不打算再去最北方的墨西哥的第三大城市, 是蒙特雷了,南下加利福尼亚也不打算去了,因为刚刚那个老爷爷给我打招呼,因为蒙特雷也算是一个时尚化的大都市吧,我看了一下景点,并没有什么能够吸引我的,原本是在我此行最远的地方的地标当中,南下加利福尼亚确实很美,太平洋风情,比林,洛杉矶,美国边境,但是美丽的海洋我已经看的够多了,那边过去飞机倒是挺舔一的, 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浪费额外的时间了,如果没有特别特别精面的景致吸引我的话,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一直谈了ADO或者ACC,ADO是整个游卡产办的,整个墨西哥中部中南部最好的大巴,但ACC是到更南下,更靠近威地马拉,伯利兹边境的那些小城市才有的路线的大巴, 所以之前一直是ADO跟ACC来换的城,但是以墨西哥城为分界点,往北走,就不是ACC和ADO的天下了,我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他们的车了,所以我只能在,这里是OCC,不是ACC,OCC和ADO,所以现在我在网上买不到票了,我只能到现场来买, 当然也有小伙伴告诉我,有一些比如说ACC,你可以买到北部的一些汽车的票,还有一个汽车公司叫Futera,它也是北部的一些城市通用的巴士公司线路,一个是Futera我在网上我没法付款,一直显示没法付款,算给我打9折,另外一个ACC,我要到达的那个城市,它一直是要中转的在墨西哥城,我不想中间再去转城,因为转城的话是在晚上11,2点,还是觉得不安全,几时, 回布拉这一个大巴站,是我此行所走的所有城市当中,见到最大的大巴站,有点类似一个小型的火车站的那种站点的形式了,依旧跟土耳其,埃及一样,有很多个大巴公司在这里,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北部的城市的,还挺好的可以跟ADO抗衡的巴士公司,Futera,不是Futera对吧,Futera这一个,我一直没有办法买到它的票在网上,不知道怎么回事,网上是打9折, 也是有官网的,感觉自己又买了一个最好的大巴公司的,我下一个城市,1350基比索,460块钱人民币左右,哇,好贵,其实呢,到最远的墨西哥的都会城市,跟美国建议的蒙特雷,提前半个月,我查到的机票,从墨西哥城出发,只要270比索, 也就是100块钱人民币左右,但现在已经不行了,现在我再查过去呢,差不多两三百,但也比这个便宜啊,你看到蒙特雷那么远的地方的机票都很便宜,所以如果大家到墨西哥,有些时候比较远的城市,像尤卡坦半岛上一些,比如说你要从坎坤到瓦哈卡,也可以乘坐飞机,是比大巴要便宜的,前提是,在你行李稀少的情况下,是背包客的情况下, 否则算上行李的话,那我因为沿途要玩很多小景点嘛,我都几乎没有乘过飞机,都是一路坐大巴坐过来的,还有一个考量就是我的行李,明天又是过夜大巴,为什么乘坐过夜大巴呢,就像我刚刚说的,时间本来就比较长,那我还不如过个夜,节省我一晚的住宿费,如果在白天的话,就浪费了白天的美好的时间去做各种游览啊,或者休息什么的,那接下来我要去哪里呢,我在普爱巴拉的最后一天, 其实普爱巴拉跟所有墨西哥的,由历史沉淀的城市是一样的,金字塔,殖民地城市,博物馆,现代化的建筑,墨西哥的建筑真的很值得去欣赏哦,最后再加上它的美食,这里也有一座金字塔,但是我就不想去了,刚刚看了一下图片不是特别吸引我,我就把我的最后一座金字塔留给日月金字塔吧,从大巴站出了,左手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长的, 然后转开,就还是这种minibus,可以到达老城中心,只要八笔锁,那把车呢,大概在40笔锁左右,也就是15块钱,如果没有过重的行李,又是一个人,就可以乘坐这种minibus,如果是多个人又有行李的话,乘坐出租车是不贵的选择,哎不行,大家还是不要坐那个minibus,原来它是让我到这里来转车,它不是直大老城的,本来我在想今天,我要不要去逛一些比较 小众的景点,结果你看,乌云绿布,感觉一阵大雨要来了,我得赶紧回去,雨还没有下下来,我就悠悠然然的,红在其他的墨西哥城市一样,那我就顺便逛一下它非景区外,非富人住宅区外的这些真正的,平凡的街道,刚刚一路走过来,又撇了一下小杂货店里面的, 价格的标签,原来觉得景区内的已经很便宜了,这些朴实居住区的更便宜,那这些房屋呢,就没有那么惊艳了,就是很普通的乡镇型的房屋,偶尔会遇到像这样子的比较有特色的,超显精致的建筑,里面是办公楼,或者是一些宾馆之类的,其他的就乏善可乘,只是看一下华丽之外,不同的居住区的比较,这里还有一些 工厂,看这一幢比较出色的建筑,果然就是个酒店,其实在每一个国家,它的旅游化的城市,或者说稍微大中型一点的城市,它都有很多很绚丽的东西,会展示给大家,这就是我们旅行者眼中所能接触到,所能看到的东西,但是如果有时间呢,当你走到这些,朴实的街区当中,你才会感受到,真正的,普通人的生活,所以我一直都说, 我跟大家介绍的,只是我旅途中的所见所闻,作为一个普通旅行者,我所一路走过来的风景,但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地方,生活,生存,长居,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,穿过前面那条街,就到了普通城区,跟景区的一个分界口,就完全不一样,你看这边,车水马浓,人气很旺,建筑也开始变得有特色起来, 那,我之前有看到说,墨西哥的荔枝还是蛮著名的,我就随便找了个街边摊,这是十笔所,二十笔所,三十笔所,也就是三块四,六块八,九块八,这个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实惠,还是说怎么样,我就买了一个六块八这样一袋的,也算尝一尝它这个路边摊的水果到底怎么样,之前有看到过,景区的路边, 卖这种荔枝带叶子的,也有十笔所,ok,gracias,又买了它一个街边摊,十笔所,七个,然后自己加这些调料,还有好多好多调料,我不知道怎么加,洋葱啊,泡菜,红椒酱,看一下, 青椒酱,青椒酱,然后它会给我包起来吃,我又忍不住,尝他们的街边摊了,这个就是他们的embanada,上次我在切皮马也吃到的,可是这里更不一样,好便宜啊,十笔所,第一个,关键是这个配料,下上去以后,就显得主要太特别的美味,颜色也特别好看, 哇,现在这里人太多了,又进入他们的中心区域,我回到我住的地方,因为就在附近,把东西吃了,把我的embanana,还有我的味汁,吃掉以后,看看下午,再去哪里,完成我的最后一天,其实我是明天晚上走,也算是大树第二天了, 五十三元 九十五元 还有我住的血量 三三元 还有我住的链子是一番不赖的 chaos看,相似的视频 以上是个人最大的酱绿的链子是病毒的玉集成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